大家好,非常开心大家对之前的一部彩票显化的影片给予了热烈的回应 留言区里很热闹,能量报表,读一读大家的留言,自己的频率和能量不自觉的直线上升 原来我们的观众群里有很多深藏不露的显化高手 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多次中大乐透,威力彩,六合彩 真的让人振奋,也有很多朋友写下了自己心里的那个数额 有一亿新台币,有三千万港币,有五百万人民币,有三百万新币 看着一串串的大笔数额和百万,千万,亦这样的单位,真是让人无比兴奋 你们中奖后,请记得回来报喜哦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第一部视频,链接在这部影片下方 请看完,此影片一定后续观看,并读一读留言 您肯定会收获不少的 我们频道的观众都持有高频能量,积极心态,坚定信念 而且每一个人都对实现生活的富有和丰盛充满了热情 真的为大家感到高兴 请您记住,你是这个富饶的宇宙中的丰盛富有的子民 现在就宣告这一点,你所渴望的财富对你来说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只需要在思维和观念上进行一点调整 就可以拥有丰盛思维 史蒂芬科威在他的书《高校人士的七个习惯》中说 有人持有一种贫乏心态 这些人从缺乏的角度看待世界 认为世界集气资源是有限的 就像一块馅饼一样 如果你拿走了馅饼的一大块 就意味着你剥夺了其他人在馅饼中的份额 同样的,如果其他人拿走了饼的一大部分 这就说明他抢走了你的那一份 这就造成了竞争、嫉妒、抱怨、自怜、背后捅一刀等等各种负面情绪和行为 这种贫乏心态也叫做匮乏思维 匮乏思维会阻止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最大潜力的顶端 现在问问自己,你有匮乏思维吗? 相反的,富足思维认为资源和金钱的供应是无限的 持有富足思维的人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丰盛的财富 富足的生活 用上面馅饼的比喻接着说 你拿走了一整块饼,也不会影响我 因为还有各种各样的饼都可以是我的 除了馅饼,还有比萨饼,葱油饼,我需要多少就有多少 我不需要和任何人去分同一张饼 我看到别人得到了他们喜欢的饼 会兴奋地和他们一起庆祝 我看到他们享受那块饼时,也由衷地为他们开心 所以,在你尝试实现中奖或者赢得大笔财富之前 我希望你先思考一下自己是持有富足思维还是匮乏思维 当你看到别人有很多钱时,你会有什么感受? 你是否经常担心金钱?你是否沉迷于金钱?你是否害怕金钱?你是否厌恶金钱?你相信宇宙会为你解决问题吗? 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 你是那个总是担心船和车被卡住的那个人吗? 你是否对未来可能中的彩票感到兴奋?还是感到不安? 我们会把这些问题,以及上一个视频里列出的问题,整理在一个文档 方便大家做自我评估 链接在视频下方 请把以上问题的答案记下来 最好准备一个自我成长的笔记本 方便以后可以回顾当今记录下来的一切 看见自己的成长 您也可以在手机里建一个新的文档来输入记录 写好或记录下你的答案后 去做些别的事 再回来读一遍你的答案 这时,你就可以看清自己在富足和匮乏思维方面处于什么位置 如果你是持有富足思维的人 那么恭喜你 你是少数拥有这种宝贵思维的人 有了如此强大的思维工具 你一定会得到你寻求的财富和丰盛 毫无疑问 但是,如果你是持有匮乏思维的人 那么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除了用上一个视频中提到的步骤 您还可以采取的以下步骤 首先,开始使用以下这些金钱肯定语句来调整你的思维 让其接受新的信念 我生活在一个丰盛的宇宙中 富裕是我的天赋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所渴望的事物会轻松地流向我 我是宇宙最宠爱的孩子 宇宙是我的守护者 保护者和信任对象 宇宙支持我 我与金钱保持积极美好的关系 财富如潮水般涌向我 成功对我来说是必然的 我所有的愿望都会以最神奇的方式实现 我们会把这些肯定语整理在一个文档里 方便您下载 下载链接就在视频下方 养成每天早上醒来和晚上睡觉前 重复这些肯定语句的习惯 此刻不必担心你是否真正感受到这些肯定句的真实 你需要做的就是确保连续坚持重复这些肯定语句21天 重复的话语对潜意识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你会看到你的思维开始改变 我们也会用这些肯定语句做一个冥想 方便您在冥想状态或半睡半醒状态中听到这些肯定句 让它们更容易到达您的潜意识 如果您想更快地去除思维中的阻力 可以运用消除阻力和障碍的冥想引导 更加快速的方法还有催眠疗法 我们频道会持续推出和更新催眠疗法和冥想引导影片 敬请期待 一旦你解决了贫乏思维 你就可以实现任何你渴望的财富 唯一阻碍你实现完全财务自由的事情就是你的思维 过去的限制让你无法享受应得的丰盛 我们想给您的第二个建议是 尽量多地运用可视化 假设你已经实现了你想要的财富 你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 想象一下 如果你中了头奖 赢得那笔财富 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你要先和谁分享这个消息 想打算怎样投资和花费这笔钱 你要搬到哪里生活 你要买的第一件物品是什么 房子还是车子 你会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 你会开什么样的车 你会辞掉自己的工作吗 你会搬到别的国家吗 你会开始做一件什么样的 一直都想做 但没有时间或金钱让你做的事 你会去哪里买烹饪食材 你会去哪个餐厅或酒店吃饭 你的娱乐会是什么 你一年要旅游几次 去哪里 你会被什么样的人所围绕 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有钱人 你怎样使这笔财富持续增加 利用上面的问题 在你的脑海中构建出你 未来生活的细节 将这个未来情景可视化 并在脑海中反复演练 每天至少进行一次 持续四个星期 你会感觉它们变得越来越真实 请大家把你可视化的梦想生活分享在留言区里 作为一个记录 也作为一个交流 让我们互相学习 互相鼓励 一起提高我们的频率和能量 您可以只写下一个问题的答案 也可以多写一些 真的好期待知道 大家的梦想生活是什么样的 纳维尔说 想象力就是上帝的眼睛 用上帝的眼睛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吧 充分运用你的想象力吧 显化中奖或吸引大笔财富的最后一条建议 是采取大胆而有灵胆的行动 当你在潜意识做足了功课以后 你的行动会和之前有所不同 每当你购买彩票时 心里会带着那一定是中奖号码的信念 每当你开始一项新业务时 你会带着它将带来巨大的利润的信心 每当你投资时间或金钱时 你会怀着强烈的信念 相信你将得到巨大的回报 好了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分享了中奖 吸引大笔财富的三个窍门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我们下个影片见